进入秋冬时 结了各国专家现在开始犹新说 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 但接下来恐怕要面临流感跟新冠的双重夹击 医师黄勋就透露得到流感之后 肺部细胞遭到破坏 更容易感染到新冠病毒 而英国的研究也发现 如果同时感染这两种病毒 患者的死亡率将会提升两倍 医师因此呼吁了这两种疫苗都要尽快接种 避免双重感染 天气冷嗖嗖 低温下碳16度 除了保暖 医师更忧心 今年流感和新冠病毒同时夹击 国外研究感染流感病毒后会造成肺部损伤 这时新冠病毒更容易侵犯肺部细胞 造成患者感染双毒 老人家还有慢性疾病的病毒 反复感染破坏肺脏 导致了他们很容易就因为这样子而得到双病毒 韩国小鼠实验也发现 同时感染新冠加流感病毒并呈时间拉长 且体内对抗病毒的T细胞 抗体明显下降 血上加霜 英国专家们进一步调查 同时感染新冠加流感病毒 发生率从1%提高到4.5% 增加超过4倍 比起单全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风险增加两倍 你都会看到死亡率增加 像别的细菌有可能会增加到6到8倍 流感目前有些数据反应是两倍的话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忘记了现在流感病毒蠢蠢欲动 所以流感病毒的疫苗接种 在今年这两种病毒的接种一定要去执行 避免双重感染打疫苗是当务之急 现在传出好消息 辉瑞BNT将再度携手合作 研发同时对抗新冠和流感这两种病毒的二合一疫苗 已经招募上百位受试者将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 莫德纳和Novavax也着手研发二合一疫苗 希望降低病毒多重感染的死亡率 这样消息全建国台北采访报道